本期舒适分享一部复仇电影 卧河 女主有个七岁大的可爱女儿和疼爱她的老公 然而 这个简单幸福的家 却因为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 被无情的摧毁破坏 一天 老公的好友找到她 原来 好友想抢一个毒贩大佬的钱 希望老公可以出手帮忙 但老公考虑之后 还是拒绝了 她不想因为这事 伤害妻女和毁了这个家 可这事并没有因此告终 过后 好友的计划还是被毒贩老大发现 而毒贩也误以为女主老公才与其中 就下令杀了他们全家 于是 杀手在女儿八岁生日这天 伏击了他们一家三口 最终 只有女主活了下来 但她也昏迷了整整一个月 醒来后 负责调查案件的探长小胡子 就找到了她 这会儿的小胡子已经抓到了三个杀手 她需要女主出面指认 女主知道后 不顾自己的身体刚刚恢复 执意来到警局配合调查 她只想让这群丧心病狂的杀人犯 尽快付出代价 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过后 小胡子的上级老警察就找到她 老警察暗示 要她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原来 毒贩老大的设例很大 她甚至在警察内部埋有眼线 另一边 三个凶手的代表律师也找到女主 她希望女主能拿钱了事 别再做无谓的纠缠 但女主直接拒绝 她相信 铁证之下 法律一定会给她和家人一个公正的判决 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在法庭上 双方律师和法官居然串通一气 直接以女主的精神有问题为由 判了三个杀手无罪 听到这样的结果 小胡子很无奈 而女主更是当场失控 最终 法官还要求把女主关押到精神病院 在半路上 女主伺机逃走 从此下落不明 就这样 时间一缓过了五年 一天 城里莫名其妙发生了多起恶性杀人案 负责调查的依然是老警察和小胡子 很快 他们就意识到 这几个死者似曾相识 而一位自称是国际刑警的女探员 也在这时找到了小胡子 他们才想起 死的那几个都是杀害女主家人的凶手和律师 原来 女主逃脱后就满世界的跑 这期间 他把自己练成了一个冷血杀手 而女探员就是负责追捕他的 他们猜测 女主回来的目的就是想为家人报仇 另一边 女主找到了当年审案的法官 可这会儿的法官早已忘记女主是谁 最终 法官也难逃被杀的命运 而毒贩老大知道女主正在报复他们 于是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除掉这个女狂魔 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女主复仇的脚步 接着 毒贩老大的窝点都接二连三地被他捣毁 警察这边也在家紧搜捕女主 因为在老警察看来 女主这样做无疑似的自寻死路 于公于私 他都想要救女主一命 女主这边则通过跟踪 发现了毒贩的老巢 他一口气杀了进去 来到毒贩面前 可就在这时 毒贩的女儿出现了 女主因此走神分心 结果给了毒贩可乘之机 他捅伤女主 逃过了一劫 另一边 女探员通过分析 推断出女主的藏身之处 当他把这事告诉小胡子时 小胡子竟开枪杀了他 原来 小胡子早已成了毒贩的眼线 毒贩知道女主的藏身地后 赶过来准备伏击 而受伤的女主则 因为流血过多 昏在了附近的仓库 就在迷糊间 他看到了女儿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最终 他在女儿的呼唤声中 醒了过来 而他也因此 发现了毒贩的伏击圈套 和小胡子的真实身份 于是 他便通过直播方式 把这事发布到了网上 并呼吁警察与媒体 赶来抓捕和曝光他们 老警察知道后 便立即行动赶往现场 而小胡子则被毒贩 误以为是告密者 直接灭口 接着 毒贩想要趁乱 逃出警察的包围圈 但被女主抓到 并给他一枪了结 至于女主自己 则因为伤重 最终还是被捕 过后 民众示意编导地支持女主 认为他是为民除害的英雄 要求政府无条件地释放他 可政府还是坚持法大于情 无论女主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然而就在医院里 老警察偷偷塞了把钥匙给他 于是乎 女主再次消失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舒适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